兄弟们啊 打开你们和喜欢的女生的聊天框 是不是满屏都是你发的消息 而女生的回复只有零星的几句 你不找她 你们的聊天呢 根本就不会开启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喜欢女生也能够主动找你聊天 让你不再费尽心思的找话题呢 今天就来讲一讲 记得点赞收藏转发给需要的朋友哦 那这个大兄弟他找到我说 半天前我们公司来了一个同事 他来的第一天啊 我就喜欢上他了 他性格很好 很爱笑 因为我们都玩同一个游戏 算是有共同爱好 所以聊的还不错 之前呢 一直都是有点暧昧的感觉 在他生日的前一天呢 我还拓关系 到我们这边最大的寺庙 为他求了一个平安服务 他也蛮喜欢的 还一直挂在车里 本以为我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 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只要我不主动 他就永远不会给我发消息 当时看着我们两个聊天记录 我真的是很难过 我对他这么好 他却连一条消息都没有主动给我发过 楚儿该怎么办呀 先看看兄弟和女生的聊天记录吧 这里啊 兄弟说 上次给你买的车离子怎么样 喜不喜欢 女生回 还行 兄弟说 你还喜欢什么 我下次出差碰到了就给你买 不用了 谢谢 是不是觉得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看看啊 这个兄弟他出差回来给朋友也带了礼物 他的朋友说 可以啊兄弟 这车离子真不错 咋想起来给我带车离子了 兄弟说 出差的时候买的觉得挺好吃的 就顺手给你拿了两相 他朋友说 可以可以 我也给我妈拿了一盒 他也说喜欢 不多说 周末你挑地方我请客 兄弟回 哈哈 那我挑贵的了 他的朋友回说 随便随便哪都行 同样的一件事啊 两个人的回复状态却完全不同 那我们去仔细对比下这两段对话 兄弟的态度 兄弟对女生用的是疑问的方式 你喜不喜欢 还喜欢什么 而对自己的朋友呢 却是因为自己觉得好 所以才分享给你 很明显啊 大兄弟给女生的感觉呢 就是在向女生索取价值 他希望得到女生的认可 而他和朋友的聊天呢 则是分享价值 一个是索取 一个是主动给予 不求回报 那一定是后者相处起来更舒服 这也是后面兄弟的朋友 想要主动请客的原因 那现在应该怎么解决 大兄弟的问题 我让兄弟给女生发这么一句话 我给你改了一个新的备注 女生回了 啥 我们说 小爱同学 女生说 啥意思 我们说 因为我的小爱同学 只有我喊他的时候 才会回应我 用一个幽默且真实的比喻 来暗示女生 我之前对的态度是有不满的 同时也把两个人的关系现状 说出来 让女生无法逃避 女生说 别阴阳怪气的 我最近事多 面对我们的话呢 女生他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是耐心的解释 愿意接兄弟的话 那这个就说明 前期兄弟给女生留下的印象 是不错的 如果女生很反感 那么他的回应 一定会更差 文回 知道了 不说了 我去忙了 看到这里呢 肯定有兄弟要问了 诶 这才刚聊着 你这是干嘛 你们疑惑 女生也会疑惑 诶 你们之前对我热情似火的男人 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里呢 女生回 好吧 接下来的几天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 直到第三天 女生终于主动发了消息 还面蒙完 我们回 心烦 这里肯定有兄弟问 女生都主动了 我们抓住话 听网线聊 不是更好吗 错了 这个就好比 女生给了你一块糖 你就开心得不得了 那你也就只吃 这么一块糖了 在女生眼里 你就是廉价的 女生回 怎么了 我们回 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这样挺没意思的 很多时候看到好玩的事 很没得紧 好听的歌 都是想第一时间跟你分享 但后来才发现 连上次发给你的消息都没有回 我就什么都不想给你发了 我们直接的说出了兄弟的内心想法 也让女生感受一下兄弟的痛苦 那种本来满心欢喜 想跟你分享一件很开心的事 结果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的失落感 女生回 你搞这么严肃干嘛 我就是太忙了 没时间 女生面对我们的后撤 依然是没有当真 她以为兄弟只是随便说说 既然如此 我们就再添一把火 继续把情绪给放大 你看你还是这个样子 算了 没意思 女生秒回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 别乱想了 行不 哎 不管你了 你爱咋想咋想 我让兄弟先不要着急去回女生 女生看上去好像是不在意的样子 但其实她已经是有危机感了 如果她真的不在乎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情绪反复纠结的情况呢 所以啊 到现在已经有了转机 直到了一个小时之后啊 女生又一次主动发来消息 我问你 你是不是打算不联系了 这里呢 我们用平静的语气回聚 有事吗 女生回 你态度好点行吗 你不知道没联系的这几天 我一直在等你给我发消息吗 看上去 这个女生她好像在示好 在等我们的消息 可是实际上 她依然没有任何要主动的意思 有的兄弟可能会说 既然她在等待我们主动 那直接表白不就好了吗 如果你现在表白 两个人 虽说能够在一起 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 她是不对等的 等时间一长啊 痛苦的依然是大兄弟 所以为了兄弟的幸福 我绝对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我让兄弟回 你在等什么 等我主动 等我表白 还是等我热情散去 你再过来给我一块糖 如果你不喜欢我 大可直说 我们好聚好散 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不是傻子 没有必要搞故作深情的那一套 我是很想一直陪着你 但是是想在你身边 而不是想在你身后 我们直接去拿出态度 告诉你 我们做这些事情呢 说这句话 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平等态度的回应 如果说你还是不愿意给出一个态度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 而我们的这段话呢 也是要让女生知道啊 兄弟他并不是放不下他 虽然说很喜欢他 但是也绝对接受不了不公平的恋爱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女生感受到兄弟的态度 让他知道兄弟的真心 女生回了 我没有 因为我曾经也喜欢过一个人 同样是他先追的我 后来呢 我慢慢的喜欢上他了 也越来越主动 但是他却对我越来越冷淡 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所以我害怕 我主动找你 你会像他一样并不珍惜 那到这里呢 女生吐露了心声 我们直接回 那我的主动你珍惜了吗 你在怕什么 怕没有结果 怕曾经的不好重蹈覆辙 其实我很早就做了决定 决定陪你尝试你喜欢的口味 决定每天陪你熬夜到两点 但你不知道的是 我根本就不能吃辣 我也从来不能熬夜 喜欢是享受一个人的善免 而爱是接受一个人的恶免 我们的这段话呢 就是在告诉女生 无论是好是坏 只要是你 我都喜欢 而这样真情满满的表白 是最打动人的 女生呢 这里回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之前太委屈你了 又过了几分钟 女生接着说 明天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后面呢 两个人进行了一次愉快的约会 女生呢 也在相处当中啊 越来越主动了 一个月之后啊 我就看到了大萱的官宣朋友圈 其实呢 不主动的女生 她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 那么不实人间烟火 不解风情 可能只是她们的心里也有不为人知的痛处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呢 可以来找我帮你 如果你想要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牺牲 让她到追你 或者有恋爱 追女生相亲了 或方便在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信息下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最新的帮助哦 拜拜 拜拜